瑶瑶泪曝到节目组厨名莫名消失演艺圈 吴宗宪点出最大关键她哽咽,真的很现实 瑶瑶,黄乔鑫,自选秀节目,我爱黑色惠,出道 凭着娇好的身材和傻大姐的个性 很快就成为了各大综艺节目节目的宠儿 近几年更是转型成了通告艺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通告却变得越来越少 让她产生许多烦恼,忍不住感叹,真的很现实 根据Etherday新闻云报道 瑶瑶虽然是以美眉的身份出道 但今年已经迈入32岁的她 也不得不开始面对现实的问题了 她日前上节目,小明星大跟班 石头漏 以前经常上的某个综艺节目 来宾几乎都是年轻辣妹,都是妹仔 所以她也很常受邀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不知道曾几何时,那个节目已经很久没去了 似乎已经被悄悄除名了 但会过去一格 当你追着她的时候就发觉,时间不累,但是你已经累了 一语道出了演艺圈残酷的一面 让大家都忍不住跟着点头赞同 连瑶瑶也被戳中内心,苦笑说,现在是要哭的感觉 瑶瑶也透露了手女的感情烦恼 坦言现在确实有交往对象,但是因为年纪比自己小 爸妈完全无法接受,还干脆直接忽略掉男方 看到女儿的时候总是探,为什么都没人追 不过瑶瑶认为,男友经济独立,对她也很慷慨 年纪根本就不是问题 对于妈妈一直希望她找个年纪大的 她无奈表示自己也不小了,真正条件更好的 她们当然是找年轻妹,也不会找我啊 再次引起了现场女来宾的共鸣 年龄确实是每个女人的烦恼 更不用说一人了,希望瑶瑶可以加油